大家好,我是烈焰童子 员工小李经过层层面试后 要13K薪资 HR说你只值8K,他该怎么办呢 这个小李需要距离力争吗 我的观点是不需要 当有这种人类HR把你的期待从13K拉低到8K 即使等着米下锅 你也应该坚持自己的原则 这个原则就是自己要肯定自己的价值 只要你认为是对的,就该坚持 毕竟薪水下探了5K 这已经是浓浓的恶意 简直是耍流氓了 其实在面试环节的HR 一般都没有什么实际权利 他们根本对你的工作不了解 完全激同压讲 没发现吗 问你的问题总是会绕开你的专业 谈一些有的没的 那人类为什么还要压价呢 因为人类除了给求职者压价 讨老板欢心 没有别的存在价值 他要不断的通过 在面试环节重复的做这样的事 来和老板表现 来体现自己的存在价值 大部分中小企业的人类部门 都没有什么实际用处 这些人类HR 每个月重复机械性的在做的工作 无非是以下几种 第一 每个月最后几天呢 整理一下员工的考勤绩效 其实呢 考勤机都能把这些事给做了 第二 招聘的时候筛一下简历 因为呢 不了解公司业务 不了解岗位要求 技术能力 简历呢 根本都看不懂 不知道怎么评估 所以呢 他们只会搜关键词 经常呢 找来一堆垃圾简历 给用人部门 用人部门呢 敢怒不敢言 你如果做个招聘 有没有发现最后呢 还得你亲自上马 自己去招简历 第三 打电话约求职者面试 求职者呢 在电话里问的太多了 他就懵了 什么技术啊 什么业务啊 完全不知道 其实呢 他也没想过去了解 下班就跑 上班就混 第四 在面试环节呢 随便的去评估 面试人的能力 没有标准 全靠感觉 然后呢 就开始随便压架 第五 裁员的时候 作为老板的马前卒 没灵魂的执行者 工具人 那HR为什么这么喜欢 搞压架的事呢 HR一般都是向老板 直接进行工作汇报 本来呢 是个为公司服务的部门 却偏偏总是想体现 自己在公司的存在价值 那怎么体现呢 汇报工作的时候 一般他可能会这样说 今天用人部门 要求到多少人 我面试了多少人 师到岗多少人 薪资呢 总体要求是多少钱 经过人类部门的控制 为公司减少了 多少的费用成本 注意哈 因为人类部门的控制 减少了XX的费用成本 所以啊 压低求职者工资 是HR体现呢 自己在公司的存在价值 你看人类部门 在找简历的时候 为什么不会去问啊 精通什么语言 到了什么层次 项目上有哪些经验 商务关系怎么做 等等 因为是量化不了 他就蒙了 不会做 二呢 是根本呢 他就是一个边缘部门 啥也不会 啥也不懂 纯做服务的 很多单位的 人类资源部门 却总想跳出来控制 业务部门 就很可笑 所以人类部门到底重不重要 肯定重要 但大多数中小企业类的人类HR们 他们基本做的就是考勤 打电话 找简历 管饮水机 登戈季 发笔 发本 这种呢 低级工作 这个需要什么专业吗 不需要 总结一句话 如果你在面试的时候 遇到了这种事 我给你的建议是 坚持你自己的诉求 拿工资狂压你 否定你的能力 说你能力不值这份薪水的 他自己呢 都没啥能力 你有必要去和他辩论吗 这种公司 如果真有这种素质的HR存在的话 还是呢 离这种公司远一点 HR毕竟呢 受雇于老板 天天跟着老板 潜移默化呢 受老板的隔距眼光所影响 就决定了 这家公司是什么样的 所以我建议呢 离他们远点 要祝福 祝愿他们好好发展 你要做的 就是立刻起身 说声谢谢 关门 潇洒 离开 换一个公司呢 接着面试 今天要说的就这么多 我是恋恋童子 喜欢我的内容 记得给我三连 谢谢 再见